第九集 瑜伽心理学 什么是小我 赫曼赫赛小说中的瑜伽哲学 您好 我是云云 今天我们来谈谈小我 喜欢心灵成长的朋友们 应该对小我这个词不陌生 除了小我 您也可能听过本我 自我 高我 超我 一堆的我 让人都昏头转向了 不过到底什么是我啊 而所谓的高我和超我 字面上呢 听起来好像是超越了小我 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而且小我听起来 好像都很负面耶 因为小我跟自私自利 扯上了关系 小我难道不好吗 制作这一集的起因是 我前一阵子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也是台湾朋友耳熟能详 流浪者之歌的作者 赫曼赫赛的短篇小说 东方之旅 东方之旅里面的故事内容 让我想到是一个从有我到无我的内在碎变 什么是无我 真的难以理解 至于有我就容易理解多了 所以这一集我们的重点是有我 也就是小我的范畴 并且呢将从瑜伽 和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 这个小我存在的意涵和目的 现在我们先来简短的 谈谈赫曼赫赛的小说 目前呢我只阅读过他三本小说 第四本还没看完 包括流浪者之歌 彷徨少年时 以及刚刚提到的东方之旅 还有荒原狼 阅读过他的小说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 他的小说其实充满了象征性的意涵 若我没跟我的瑜伽恩师帕萨德老师 学习瑜伽哲学 我就会把他的书呢归类成灵性 或探讨生命意义的另类小说来看 但是我是在学习瑜伽哲学后 才去阅读他的小说的 就发现他每个故事的安排 特别是在描述主角的日常生活细节 以及主角和他人不经意的对话内容 都在呼应着瑜伽哲学思想中重要的主题 感觉像是作者精心的策划 特意透过故事的发展 去阐述深奥的哲学 例如彷徨少年时这本书 某个部分就一直让我想到 瑜伽古籍伯家梵歌中 提到有关于天赋和天命的议题 就是在描述一个人 怎么发现和接受自身的独特性 并且必须经历旧有一切的陨落和毁灭 才能破茧而出的生命历程 至于我最近刚刚读完的东方之旅 则让我想到瑜伽的修炼 其实都是在于升华小我 事实上所有灵性或者是内在的修炼 都是在升华小我 这个小我就是一个有限的我 现在让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东方之旅这本小说故事的内容 这本小说故事的主角叫做Edge Edge 感觉上像是赫曼赫赛隐喻自己的简称 而另一个重要的第二男主角叫做Lio 故事的背景是一个神秘的同盟组织 这个组织可以自由穿越时间和空间 而他们朝圣的目的地就是所谓的东方 男主角Edge Edge在故事的一开始 是担任这个同盟组织的合唱团团长 他喜欢拉小提琴 还收集古老歌曲和诗歌 Edge Edge认为呢 长时间专注于生活的细节 能够升华个人 并且增强一个人的毅力 而第二男主角Lio 他的身份则是仆人 Lio性格平易近人 什么杂事都做 总是很愉快地服务着组织里面的每一个人 但是 有一天Lio居然消失了 从此组织开始出现分裂和谣传 最终男主角Edge Edge认为呢 组织已经分崩离析瓦解 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失去了同伴和组织 男主角Edge Edge毫无目的地活着 甚至不再拉小提琴 而是不断地回忆着 深究着 为什么组织会消失瓦解 而变成了一种执念 甚至他想要违背呢 不能对外人提起这个同盟组织的誓言 他想把这个组织的故事写下来 并且认为这是他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 当然结果是个大逆转 原来组织根本没消失 男主角Edge Edge更不是唯一的幸存者 而是他失去了信念 被组织放逐在外 服务众人的仆人Leo 其实不单单只是仆人 还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故事的结尾 Edge Edge被带入了神秘组织的档案室 去翻阅关于他自己的资料 结果关于他的档案 什么文字都没有 却有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是两面的 一面是他自己 一面却像是Leo 越看这两面越相似 但是Edge Edge的那一个面呢 却慢慢地融入Leo的那一面 当男主角Edge Edge自己的那一面雕像 越来越微弱消失时 Leo的那一面却越来越鲜明和清晰 最终只能有一面雕像的存在 故事结尾的最后一句话 是Edge Edge最终的醒悟 那就是Leo必须茁壮 我必须消失 在赫曼赫赛的小说中 Leo和Edge Edge是同一个雕像里面的不同面向 都是我 只是不同面向的我 您是否也觉得自己拥有不同的面向呢 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是 Leo代表是无我 或者说是超我 而男主角Edge Edge则是有我 或者你可以称为小我 小我以为自己是幸存者 而且身负沉重的使命 受到世间的诸多磨难 也想把组织的历史写出来 但是组织明明好端端地还在存在云行着 小我却创造出另一个受尽苦痛的版本 而Leo的无我 体现在他是神秘组织的领导人 却也是毫无架子服务着所有人的仆人 关于我这个议题 当代的看法分析呢 深深受到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1923年提出来的人格理论 就提出所谓的我 有三种不同的面向 这个三个面向各自有各自的特性 但是呢 三者互相影响 一起架构出一个整体的我 当然弗洛伊德的理论都以性来解释 这边我就不讨论这个部分 而是单纯的用它的分类来探讨我的不同面向 在阐述人格理论之前 我想要先说明一下 Podcast一开头讲到的一堆我 超我小我 自我本我高我等等 先跟您说不要觉得太复杂 因为很多时候是英文翻译成中文时 同一个英文字变成了不同的中文 或者即使是同一个中文字 英文原文也有可能是指不同的意思 好 现在呢 让我们来看看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第一个我 是充满最原始的求生本能 那就是延续生命 包括性 睡眠 与饮食 这个原始的我的欲望 往往是潜意识的 不具道德或理智 我们虽然无法觉察 却也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中文把这个层面的我翻译成本我 英文是eat id eat 那第二个我呢 则是在现实中运作的我 弗洛伊德曾经解释 这个在现实世界中运行的我 是本我受到外界直接影响下 而进行调整的我 这个第二个层面的我 中文翻译成自我 英文是ego 自我大部分是有意识的 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 最后一个层面 也就是第三个层面 是具有良知 和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我 部分具有意识 这第三个我呢 中文翻译成超我 英文是super ego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 超我的运作包含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良知 透过良知来让在现实世界中运行的我 做出更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第二个部分是理想中的我 一个想象中完美的我 激励现实中运作的我去追求 借由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简单地让我们看到所谓的我 有不同的层面 您是否在自己身上也有发现呢 现在我想分享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 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说法 米德认为自我发展是社会经验累积而成的 强调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提出社会自我的理论 也就是说 米德认为我的概念 是透过与他人和外在环境的互动而形成的 米德认为自我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主我 主要的主 主我 米德定义主我 是个体要对他人做出冲动反应的趋向 是一个人主动的面向 是主观思想和行动的源头 而另外一个层面的我呢 叫做客我 客观的客 是客观的自我 是依据主我和其他人观察 回应及评估的部分 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面向 也就是说 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下产生的我 换句话说 一个人的完整自我 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 简单解释 当客我主控自我的时候 一个人就会比较保守 以符合社会风气 相反的 如果是主我在性格上呢 比较明显时 就会开始想要改变现况 改变这个社会 说到这里 您是主我强势些 还是客我强势些呢 米德这样分析自我的角度 也很值得玩味 说到这里 让我们停一停 居然一个小小的我 能被不同的理论 这样分析 拆解 再归类 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事实上 若真的可以这样 以两种层面 或三种层面 来解释我 其实 也不是太复杂 赫曼赫赛在他另外一本小说 《荒原狼》就提到 他说自我怎么可能用简单的二分法 或者是三分法来理解呢 他觉得每一个人的我 应该有千千万万的面向 千千万万的层面才是啊 简化是科学为了分析 和方便人们理解而产生的 未必就是真实和完整的全貌 但我想我在这边分析的重点 是在于让我们意识到 想要了解关于什么是我 第一步就是知道 每一个人的我呢 都有不同的面向 当代心理学尝试着去剖析我 很多理论都非常的精彩 但是老实说 当代心理学探讨的层面 即使尝试去完整地架构出 所谓的我 都仍然只是在小我 也就是有限的我的范围之内 甚至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 所谓的超我 也只是小我 因为弗洛伊德超我的定义 是具有良知 和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我 这仍然只是在一个 有限框架内的描述 但是所有内在心灵的修炼 都是在突破这个小我的范畴 在这一集podcast的一开始 我们就说这一集的重点是小我 并且将从瑜伽和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来探讨这个小我存在的意涵和目的 刚刚就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 来探讨小我 重点来了 古老的瑜伽是怎么看待小我的呢 在此我想要分享我的瑜伽恩师帕萨德老师的看法 他说所谓的小我 瑜伽传统上有几种不同的阐述 例如繁文 中文常见的翻译是 代表个体化或个人化 或者是另外一个凡文 通常理解成是一种角色 常见中文翻译是 有我 或者是 是一种自我的感觉 我找不到中文翻译 所以我先暂时翻成 其实我们也能够明白 无论是我直 有我 或者是我感 一样是尝试在描述 小我的不同面向和层次 可是瑜伽的哲学智慧 不会只停留在分类描述小我 对于瑜伽而言 小我的存在 是有其意义和目的的 所以接下来帕萨德老师又说 对于瑜伽 小我不是不好 因为小我仍然是我 一个尚未淬炼 受到束缚 又充满无名的我 当你讨厌小我的时候 你事实上是在讨厌自己 练瑜伽是不能讨厌自己的 讨厌自己的小我 对于自我的成长 是毫无益处的 这几年学习瑜伽 我渐渐明白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需要有一个我的存在 一个个体的存在 可是一旦有了我 就会为了延续这个我 而产生各种欲望 这些欲望的背后 是小我害怕消失的恐惧 以及呢 小我屈乐必苦的本性 听起来感觉很负面 但是生命的意义 就在这里展现出来 每个人与生俱来 都有小我的自私自利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些人被小我牵着走 有些人却在困难 挑战甚至苦难中 摆脱了小我的束缚 不害怕付出与分享 即使默默无名 也一样的像路边的野花 该绽放就绽放 还管谁看不看啊 这也是赫曼赫赛 东方之旅小说中的 仆人六 是仆人的时候就是仆人 是领导人的时候 就是领导人 态度行为永远是轻松愉快的 没有所谓面子或价子的问题 回顾我学习瑜伽的过程 我曾经很讨厌自己的小我 因为很自私 而且呢 时时感到不安焦虑 一听到瑜伽修炼 要升华小我 我就感到更加的羞愧 但是我又控制不了 小我很自私的想法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 小我只是一个完整的 我的其中一个面向 我必须先去接受 自己的小我 善用它 然后呢 在这个世界生活 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 就是在洗涤着小我 专注着做我们应该做的 自然而然 小我曾经带来的沉重 会越来越轻盈 对于小我 帕萨德老师 给了我们一些小叮咛 在此与您分享 第一 不要讨厌你的局限 拥抱你的局限 然后随便它们 了解你的局限 就是你的小我 讨厌小我 反而会壮大小我 如此一来 就好像是你最恨的人 会永远烙印在你的心中 第二 对于你的局限 保持正念 当小我正想夺取控制权时 提醒自己 觉察调整 第三 最后 小我其实已经跟着 我们好几世了 小我是很顽固 很聪明的 让小我的任性 激励你 更加专注修炼 长久地 慢慢地转化小我 把对小我的厌恶 转变成 对小我的觉察 要有耐心 把对小我的厌恶 转变成 对小我的觉察 要有耐心 瑜伽改变了我什么 我无法一言而尽 但是现在的我 能够深深体会到 赫曼赫赛小说 东方之旅的最后一句话 那就是 Leo必须茁壮 我必须消失 从有我到无我 我们必须放下了我 才能体会我 这一集的podcast 什么是小我 赫曼赫赛小说中的 瑜伽哲学 就到这儿 搞一个段落 我个人很喜欢 赫曼赫赛的小说 打算明年 针对他的小说 来举办读书会 探讨里面相关的 瑜伽哲学 感兴趣的朋友们 让我们保持联络 希望能透过文学 和瑜伽哲学 与您相识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